笔电的优势是什么?毫无疑问,随时随地的加班 利用碎片化时间,最大提升你的工作效率,移动生产力的终极配置 我也一直在说,如今管你什么平台的平板电脑 联合这个,结合那个的都在讲生产力的时候,方向错了 作为平板电脑,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能辅佐个30%就可以了 我也相信在座的各位,大部分人平板电脑看片时间占据80% 所以真干活,你还带笔记本 当笔记本做的又轻又薄,性能强劲 那出门在外,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的话 那我肯定,要选择这台,既能满足我剪片子需求 又能当平板使用,同时还支持5G联网的 关于又轻又薄,性能强劲的话题 就又到了我们的老朋友EVO时间 由英特尔EVO认证的贴纸,就规范了笔记本的综合实力 让你的生产力在一套标准化下事半功倍,这就是EVO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英特尔EVO由英特尔工程师 联合领先硬件与软件行业伙伴,共同打造 基于真实笔记本电脑使用环境 通过25项任务,200个测试和150项认证指标的验证考验 确保笔记本拥有超能轻薄体验 我之前也做过节目体验了EVO下的爱武笔记本 作为非专职up主,这段时间因为有了一台笔记本的加持 我的出片效率真的是陡然上升 这次体验再升级一下 通过了EVO 3.0认证的笔记本绘合笔 Spectral 360 14变形本 5G版 搭载了i7 119 5G7处理器 真实体验我的工作日常 首先,这是我这次体验笔记本的硬件速度来 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up主 我基本用到的软件就两个 PSPR,这两个基本能保证了我影音图像输出功能 另外,这台绘合笔本搭载了一块100% DCI-P3广色域屏幕 而且出厂还经过官方校色 对于需要精准校色的用户来说还是比较重要了 从配置上说,平时肯定能玩玩游戏更好 毕竟这个组合的提升还是比较万金油的 EVO认证的笔电,无论关机带机 都会以最快的速度随时随地进入到作战状态 这会让你的闪念迅速落到工作上 在日常剪辑方面 依旧以重度剪辑和轻度剪辑来做测试 在轻度剪辑方面 简单调色剪辑拼接掐入背景音乐 影片长度10分钟以下参数调整 默认4K导出 耗时12分47秒 在重度剪辑上 在前面的基础上加入PR自带的MG图形动画 总时长15分钟 全4K模式导出 这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15分钟输出时间在22分钟17秒 这次除了受益于11代处理器出色的单核性能之外 锐据显卡的加持确实也对图形处理显著提升 当然如果你要用PR串联AE动画的话 测试了一下同样的规格15分钟输出的话 那就要一小时开外了 所以如果你是高度视频剪辑动画工作者 还是建议直接选择12代Core i9 等配置更高的工作站笔记本 在整个制片回放渲染以及导出的过程中 室内温度24度 风扇转速和发热都控制良好 至少都没有影响到我 在做以上测试之前 从提示充电15%冲了半个小时 一上午高性能模式下 大约使用将近4小时左右 而且是在分别率3000x2000的富贵池地下运行的 平时基本满电出门 以我的工作程度 回家还有20%30%的电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均衡模式一天近10小时的续航绝对够 基本不用带充电器出门 能节省不少地方 而且就算突发情况 临时续命 用我手机的淡化加充电器 也可以随充随用 甚至是充电宝 关键时刻也可以补上很方便 因为每个认证笔记本电池大小 以及屏幕素质配置都不一样 这里只能以我为参考了 就不展开讨论 只能说Evo的最低规范 都是在充电半小时用4小时 FHD分别率的情况下 无线网络连接 高屏幕亮度 真实使用场景下 至少可以持续9小时 再加上方便的续命方式 后期不带充电器出门 已成现实 而且这个续航对我来说 一天真的是完全够用 另外这台笔记本的重量 只有1.39千克 临时外出时 也只需要带一个手机充电器 对于出行来说 不会造成太大负担 这个笔记本又可以插SIM卡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套餐 用我的主电话卡 办一个副卡 有的还送流量 即使不送流量 也只需要再加不到10块钱 比想象中的便宜 另外惠普还会和移动 展开5G相关合作 或许使用移动卡 会有更好的体验 对于我来说 每个月流量套餐 基本有一大半用不到 所以办一张副卡 给笔记本用 就是真正的物尽其用了 果断试了一下 插在我的笔电里面 以这样出门办公的体验 要比到处找网络蹭热点 用一段时间 还要给手机充电 强上太多 尤其是在火车上 经常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手机开热点 耗电量非常惊人 经常充电宝 都无法满足 手机续航的热点输出 不过用上这台笔记本之后 我没有这种焦虑了 它的续航和5G联网 能轻松满足 我一次长途旅行的 全是联网使用需求 其次 作为一个剪辑视频的人来说 每一次拍片量 基本都在20G到30G 硬盘不够 基本网盘下载 也是几十G的下载 所以网络的连接协议 以及有限的扩充性能 都是一我认证的行业标准 雷电4接口是我的好朋友 超高带宽 一个端口 充电 数据传输 视频输出 全部通用 这不仅会让你更加的友好 更加方便 一口多用 也可以减少笔电 机身的千窗百孔的工业设计 我家的配置 基本上是上下屏幕 剪片的同时 上面当监视窗 下面是间线 上面是一个4K显示器 下面是一个2.5K 这对于雷电4 同时连接两个4K或8K来讲 真的是绰绰有余 有的时候 外面剪辑一半的东西带回家 还真的懒得打开主机 说实话 这个笔电的渲染速度 让我的使用体验非常好 配合WiFi6路由器的网络下 智能分配带宽 对于我这一屋子智能设备的人来说 互不干扰 效率直线上升 遥想之前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自己曾经是一个设计狗 渲染做图 Standy建模 炎炎夏日 风扇不对我吹 也要对着我笔记本吹 老老实实供着他完成作业 上课回家跑工地 看现场 我曾经带着我的笔记本 走过了很多地方 他也陪伴了我很多 如今我在用了EVOR认证笔记本 讲真的 他的这些优点和痛点 我当初在很多年前 用我那款老笔记本的身上 就发出过同样的问题 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 还能把续航做上去 工业设计又薄又轻的笔记本 还需要多久 还好对于数码产品的迭代速度 我早就有意识 从来没有质疑 而且我也坚信 不久的将来笔记本的最终形态 一定会以更快的速度 而落地到我们面前 如今EVOR认证 已经走过了3.0时代 我从一开始的雅典那计划 到EVOR初始用过来 快速唤醒 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超长的续航 不错的性能 在保证以上前提下 可从来不伤亡 工业设计在座的又轻又薄 如今我依旧是那个忙碌的我 提着笔记本 白天剪辑 晚上回家渲染 和之前那个大学少年 没有太多的改变 但是手中的工具的变化 好像每一个功能点 如今得到不错体验之后 都能勾起我那一段 人生中最渴望的时光和日子 而EVOR4.0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革新呢 还是想说那句老话 感谢能让这个世界 变得美好的人 哪怕只是一点点